柳梨终于等到你这一天了 一名叫夏昆兰的歌手 在微博上直接喊话 中国好声音的副导演柳梨 爆出了好声音中 这位导演背后的势力 十分具有争议 不仅公开表示柳梨的身价 在上海的房产 足足有一条街这么多 在英国还有城堡 还扒出柳导演是官三代 疑似背靠自己的爷爷 随着风波不断升级 第一个官媒也发布声明称 永不和好声音合作 品牌方也逐个开始抵制 被爆出的黑料不断 正接受着全网的审判 彻底失去了观众员 然而在全民激愤的情况下 好声音的播出 不仅没有受到干扰 还力压各大卫视稳居 全国收拾冠军 颇有几分你看不惯我 但也干不掉我的既视感 为了打造为乐坛 输送新人的素人圆梦舞台 好声音从主流唱片体系外 另起炉灶 事实上 哭诉梦想一度沦为 节目草点的这一方式 的确助推了一些素人 成长为活跃于乐坛的成熟歌手 从这个意义上看 好声音圆梦 似乎让当年大腕导师们受人敬仰 也寄托了群众对非主流群体 在乐坛闯出一片天的理想 随着李文去世 生前在好声音舞台上的录音被爆出 人们其实并不知道 历年有关好声音的黑幕传闻 都已快是公开的秘密了 向学院花钱买转身 虽上述无法被证实 但诸如节目事先定好 向签约对象 并想方设法偏袒的现象 已经被明眼观众看得出来 很多明星更是在早年间公开谈论过 比如陈奕迅曾在做客某综艺时 他表示自己在大陆参加好声音时 被内幕震惊到了 当时他亲眼目睹了一位被淘汰来的学员 重新返回舞台 唱得远远达不到转身的程度 但导演还通过耳麦 不断提醒他和纳英 按一下按一下转身 这令他十分震惊 按一下按一下 即我我想了 因为他是刘昆禁了先 他就叫我禁 内地音乐综艺中的盲选阶段 决定力量的并非是导师或观众的投票 而是隐藏在背后的导演组 作为好声音曾经的导师刘欢 也仅仅录制了两集就离开了 在之后的一次公开采访中 他直言不惠好声音中的更多黑幕 每次录制节目都是从下午两点 一直到早上三四点 基本上都是编造一个故事 第二天就播出了 我觉得这完全没有底线 完全是闭门造车 无中生有 背离人伦道德 隐瞒事实真相 混淆是听又拼命甩锅 让独舍女王金星度忍无可忍 他早已看透 更是称呼蓝台为流氓 2022年 李文接替退赛的廖昌永出任导师 节目组给出的理由是 廖昌永要回归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工作 事实上 廖昌永并非是归校 而是参与了其他综艺的录制 被网友吐槽不负责任 如今看来 至于是不是 在录制中途 得知节目组的黑暗操作后 愤然离场也不一定 当时李文身体已经查出了鲁线案 忍痛参加这个节目 是因为真的喜欢这档节目的初衷 没想到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节目组被刺 最终导致摔倒在舞台上 引发了更加重大的病情 他那令人绝望的哭泣 即便是铁石心肠意会为他感到难过 一位网红在视频中 表达了自己对李文的喜爱和心疼 但却遭到了浙江杭州打来的电话 电话中一个女人表示会给他计划圈 8月17日晚 好声音学院李家结发长文声援 洋洋洒洒七百多次爆出好声音内幕 然而随后这段掌文便消失在大众试验 取而代之的是李家结再发 昨日发布的长文没有依据 并向好声音道歉 即被压下去的李家结之后 好声音第一级歌手薛海星发文诱报 自己被好声音导演葛亮 和那英姐姐纳心暗示要十万赞助费 好声音学院周飞哥 也发文吐槽赛制的别具一格 这些学员勇气可嘉 在风口浪尖堵上自己的前途 敢于为李文发声 而李文的闺蜜珍妮的一席话字字如刀 发人深信 随后金星张伦说 包括现场李文帮助的那位学员 王泽鹏都站出来说出了真话 十七分钟的语音消息 听出了更为真实的声音 难以想象 李文致命的一次摔倒 竟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这一幕令众人感到愤怒 我为什么要说出来 因为那天他们说要动手 让我必须离开这个舞台 最后一见我看了 好像我没去过一样 我花的所有努力 一切都看不见 更有现场观众爆料 李文曾哭泣 也有人看到李文哭嚎的样子 瞪了一眼 说他有病 李文用沙哑的声音说 导演讨厌我 故意整我 这真是太过分了 他还怒斥导演 非常非常恶毒 28年从未碰到过 这么可恶的一个导演 当自己刚正不额的 为学院发声时 被导演针对 甚至有现场观众爆料 李文在连续录制了 八个小时节目后 吃了一口香蕉 都被导演辱骂 不说这是一个 对从业30年艺人的不尊重 就算她是一个普通女人 也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 好声音我喜欢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是爱音乐 我们的共同语言就是爱音乐 我命都不要 就是想帮助这些孩子 录音内容 为了能帮助更多寻音乐梦的孩子 她顶着乳癌推迟治疗 腿疾复发 不欠可痛没收前的各种压力 这一曲 却成了她这一生难以逾越的痛 录制这个节目 她失去了贵为国际巨星 割后28年来的尊严 造成了腿部难以逆转的伤痛 一边顶着不公平的赛制 一边被辱骂和驱赶 我说赛制不公平 我们队明明比其他人高分 但是必须要走 我给了建议 最低分自动淘汰 他们说不可以 赛制就是这样 没有人改变过 在曝光的录音中 有网友扒出李文生前 所承受的侮辱和打骂 都来自于好声音的女副导演柳梨 然而节目组却针对李文的录音 解释说是恶意剪辑 甚至发文无半字道歉 自立行间都在狡辩 仿佛为了保护自己的声音 面对网友对柳梨的灵魂拷问 他却回复 谁让他阻碍我们正常工作进行了 没办法 然而就在舆论发酵到顶峰时 8月18日的一切好声音新节目 不仅如期播放 甚至在当天收视率排全国第一 这其中真有一股不可言状的味道 曾有大V爆料说极客军意 姚贝娜 金池 吴莫丑等人都遭受过不公平对待 令人难以置信 蓝台大多数都是灿星文化的节目 当时在2013年时 旧人爆料称 极客军意因为签约非灿星文化而被蓝台封杀 据说当时演唱三天三夜的张美 节目录制完后签了九年合同 为其卖命好几年 不停地刨商演 最后一拳二百地被踢出去了 还赔偿了一大笔违约金 从好声音走出去的吴莫丑也很惨 当年人气正火的时候 被迫与灿星签约了十年 但灿星只是把他当赚钱的工具 接的广告曲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歌 一度让大家对吴莫丑误解很深 最可悲的是 吴莫丑在灿星没有专辑可发 即便如此还恶整他的形象 一条他把小孩吓哭的新闻 直接搅得他天翻地覆 最终因一遇退出娱乐圈 更是在当时录制王牌对王牌 吴莫丑意外发生事故 导致头部摔在地上 当场被一百二十拉走 且一直陷入昏迷状态 节目组都没有声明道歉 当年高一祥的不幸去世 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而他欲突发情况去世的节目 正是浙江卫视的追我吧 2013年 知名掩人士小龙硬傲参加 浙江卫视中国星跳约 但录制过程中 随行助理却跌入水中溺水身亡 这些都让人对综艺的真实性 安全性和道德性产生了疑问 值得我们去深入了解和思考 不少网友逐渐从中清醒过来 不约而通喊话要抵制好声音 抵制蓝台 抵制给好声音赞助 不仅如此 长春城市生活广播正面硬刚 永不合作中国好声音九个字 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其实 长春城市生活广播 历年来已经和好声音合作了无数次 还是2023年好声音 长春赛区的官方指定合作频道 在得知内幕背后的丑恶后 不惜得罪合作方坚决抵制好声音 截止到目前为止 越来越多的官媒都报道了 李文在好声音遭受到的不公 河北广播电视台 北京日报 人民网河南频道的 都对此事非常重视 事实证明 李文录音事件 只是撤下了他最后一块遮羞布 而这块遮羞布 能否成为一些人的果实布 只能说善恶有数 仅此而已 对于种种黑幕 你是震惊还是麻木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